江西所欠两百三十万两 这些都是各省所欠之政府 皇上 政府乃国家之本设计之机呀 户部该向各省巡抚 加紧追收 皇上 两个月前江西水灾成患 灾民达数十万之多 臣建议暂停江西赴税一年 皇上 安亲王说的有理 该当如此 好 好 该当如此 该当如此 不知各位臣宫还有何奏折要上啊 熊大人有没有 没有了 据我所知 前些日子交给各位臣宫的奏折里面 有一个是关于明史一案的 可有其事啊 确有其事 那不知熊大人处理了没有啊 明史案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回王爷 嘉庆吴之荣状告江南十八明市 思客明史 其中有辱骂朝廷之言 熊大人 你是怎么处理的 下官已宣令湖州县令 把一干人等拉去问话 彻底延长 若查出真有犯上之心 必定重罚 重罚 你想怎么重罚呀 根据大清律典 辱骂朝廷 定是死罪 若真有犯上之心 当马上押赴京师 交刑部审理 熊大人 这证据确凿 你还查什么呀 再说了 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 你们竟交给一个县令处理 也太不以为然了吧 所谓农人不须恶苗 人军不须恶民 熊大人 他们辱骂朝廷 你们这些汉官 也在受苦之恋 这么重大的事情 你处理得太轻率了 这今后 怎么能够回以重任呢 从来地方案情 都是由地方有私 来断案的 熊大人的所为 也无可非议吗 安王爷 此事关系朝廷荣辱 不可轻视 再说了 那帮世子犯上 说不定就有 结党谋反之嫌 绝不能孤膝养奸 熊大人 你是有点夸大其词了吧 夸大其词 这此案还没有结 魏大人 我听你的意思 好像是说 他们不存谋反之心 魏大人 你这么说话 是不是有包庇之意啊 各位臣公说的都有道理 苏大人 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魏王爷 老臣同意熊大人所言 熊大人 他怎么说呢 熊大人称 此案必须彻底延长 凡有谋反之心 必当重处 所以老臣 以命大理寺卿 为钦差大臣 连同刑部尚书 亲赴江南 会同浙江巡府 言伤此案 三思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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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边 咱们看一下 走 去哪边抓人 走 快走 快走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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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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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人 走 快走 走 快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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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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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